欢迎来到喜帕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多轴控制系统的安装 第一步我们要需要一堆非常稳固的架子 我这个不太稳固 然后我们要保持这个轨道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安装推杆 推杆下面我们接上这个两轴的云台 轨道的电机很容易安装 两个螺丝就可以把它固定好 接着我们接上这个控制线 总共有4条5米长的信号线 接到4个电机 在另一头接到这个控制器的这个4个接口 控制器有4个接口 从左到右1234 4个通道 对应我们软件里面的12344个通道 接着是电源 USB线 接上我们的单软相机 这是4屏的信号线 这个USB线 接上电源 开关 亮起立档 打开相机 基本上就可以把硬件部分安装完成 那下来是这个在软件里面的连接过程 首先打开下面的Connection 然后选择USB OK就可以了 然后建立4个轴 然后对应1234 不同4个电机 需要调换的时候 可以把线拔下来换 4个轴 前面两个是云台的水平浮雅 第三个是轨道 第四个是推杆 其实设计比较简单 只要设对应的通道 还有设定不同的速度 就可以其他可以不用管 第四个这个是推杆 推杆的速度可以稍微高一点 因为我们做了减速 建好了4个轴道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电机进行控制 但是在天气的时候 这仔维是很高的 这个开始 这颗轻点 在这个程序 是一个十分之一 非常好 它会会不会有特别的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